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要介紹生存模式的新手騎手地圖是歡樂谷 他一樣是在傳夫模式 那其實歡樂谷這張地圖的話 雖然說 我是要介紹他新手如何騎手 不過我個人強烈建議 這張地圖如果你要用這張地圖騎手的話 我會建議你先去玩聚齊模式的第三集 因為這張地圖要新手騎手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那在劇情模式裡面 首先第一個他有 地圖定位系統 至少你知道要走去哪邊 然後第二個是他會對一些景點會稍微 用劇情模式劇情去帶過 這樣你會比較熟悉 不然的話如果 你沒有去玩過劇情模式然後直接 進入生存模式去玩這張地圖的話 說真的會有很大的難度 因為在生存模式裡面 他沒有 沒有所謂地圖定位這種事情 那 他很多地方都長得很像 有時候你七手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邊 然後會盲目亂跑 然後這張地圖又很大張 他可能是所有地圖裡面最大張的一個 我個人判斷啦 所以 我不太建議用這張騎手 不過因為劇情模式他有 這張地圖所以我們還是為他介紹一下 如果你想要這張地圖騎手的話 那大概我會 有個建議就是說要怎麼跑會比較好 好那我們先開始 好那我們運氣很不錯我們一開始就直接在歡樂谷的容裝裡面 那容裝的話 最主要要找的東西有這幾樣 第一個敲棍 敲棍是最重要的然後看能不能找到獵刀啊或是斧頭 然後還要到 地下室去找看看有沒有燈 他敲棍的地點會在 有兩層 兩層門的那邊 那我們去看看 就是這裡 這邊進去的話他會到那個屋簷下 這邊有兩個 兩個門這邊然後左邊如果有就是有 那我們有找到敲棍 那在這邊比較特別的是 你在 農莊有機會找到 兩隻敲棍 不過我覺得意義不大 跳棍先有一隻就可以了 我們有找到燈 OK 那這樣還不錯 那門的話 我教各位怎麼 怎麼分辨 如果你剛 剛下來對這邊不是很走的話 門是斜的是去外面的 然後如果是直立式的門的話是去室內的 這是 第三集 劇情模式第三集 出來的時候做了一個改變 原本室內是沒辦法去地下室 要去室外 那現在他室內也可以進地下室了 好那我們先按照順序來 老樣子我先收廚房 那廚房的話 應該是說 在容裝這邊的話 一樓的話 應該都可以找到 開罐器 只是看位置而已 因為如果你沒有找到烈刀阿斧頭阿 那 你還是需要開罐器開罐頭 不然你的罐頭會損失熱量 而且 沒辦法回收那個 回收空罐 就是你永遠都只能 一格煮水這樣其實是蠻傷的 效率很慢 好我們有 開罐器有找到 所以他不一定是在廚房 有說是在那個 客廳這邊找到的 放大鏡在容裝 算是長出啦 你看喔 這個位置就很隱密而已 這邊是會出槍的 但是這個位置你真的要 這個位置很難拿 而且你要很仔細看 這邊有一把獵槍 而且耐久度還不錯的 內槍 獵槍 基本上他的 出槍點 分得很散 你像 容裝會出 然後 訊號塔3也會出 然後 靠近那個要去 灰狼山那邊 有一個 瀑布 瀑布的洞裡面也會出 好那東西先放 好 搞定 好那 容裝 收完之後 一般 如果是在這個位置 我會直接建議 先 先 攻略 訊號3那裡 那為什麼要先過去那邊的原因 是因為那邊有一個 有一樣物資一定是會出的 那個是 左輪手槍 我開過很多場的檔案裡面 幾乎那邊左輪手槍必出 那你在剛開場就拿到 武器的話 遇到藍會比較 好應對 然後訊號3那邊 還有一些 比較固定的物資 而且很有用 衣服類的話 像 海原外套 或者是 救世大衣跟旅行大衣 這三種很容易出 然後水積土一種 海原大衣的 機率最高 那褲子方面 那邊也是 常會出比較好的褲子 工作褲啦 戰鬥褲啦 血褲 然後咖啡一定會給你一罐 我覺得這個還蠻優勢的 然後這一棟小 小股倉還是什麼之類的 這個是 第三章更新之後 新給的一張 一張地圖的那個房子 之前是沒有的 那這裡面有時候 燈啊 左輪手槍 剛剛也是有機會在這邊出 不過這個要找得很仔細 倒是真的啦 先 先走 然後 這邊也會有這個 你看有沒有 他插在這邊 獵刀 你 沒 像我們這種常況 有時候都還會忽略 有沒有 他這種樣 不仔細看的話 進來不仔細看的話 你這個點真的很難發現 這邊還有一把獵刀 這張圖真的非常容易迷路 所以一開始我們 要 收的點的話 盡量就是建議 靠近座標比較明顯 然後又很容易出 比較好的物資的地方 像比如穀倉啊 或者是 龍莊啊 或者是 第三級更新出的那個湯姆森插到那邊 然後另外一側 像什麼逃避兵役的小屋啊 或者是 三鎮農莊啊 還是那個 三級那邊啦 我是 建議啦 開場的時候 可以先 可以先放掉那一側 然後歡樂谷 他雖然名字取得很歡樂 但是他可一點都不歡樂 他壞天氣是所有地圖裡面最出名的 天無三日寢 三天都嫌多了 有時候一個禮拜 七天 然後五天好天氣 五天壞天氣 然後一天大霧 好天氣的時候氣溫還很冷 然後現在我們又遇到大雪紛飛 我們要去訓號塔才遇到大雪紛飛 真的很討厭 欸 等一下 我運氣很好欸 雪下到一半就挺了 運氣超好的 我們現在有極光了 可以欣賞極光 因為我剛剛突然發現天空慢慢變明亮 咦 還真的 有一個 那去訓號三人的話原本是 龍莊過這條路對面有一個掛繩的地方可以上去 但是那個繩子是沒 是你要自己上去掛才有繩子的 如果你從下往上是沒辦法上去的 所以我們這邊要繞路 那我等一下會跟各位說明一下 假設你在人見度不好的時候 或者是遇到那種暴風雪的時候 你要怎樣 怎樣找到要去訓號塔才 哪邊要去轉彎 這個我跟各位講一下 他的要訣就是 你 龍莊出來外面這條路 一路走 然後走到你 走到你的側身完全可以看到河流的位置為止 然後就左轉 嘿 你預先知道河流的位置沒有用 就是你 肉眼要看到你那個 你右手邊都是河流 嘿 這樣 這個位置就回轉完了 那這張地圖 我個人認為他不太適合 做新手開場 其中一個最大的因素就是 天氣 那天氣實在太變化無常了 然後第二個是他地圖很大 然後有些地方長得非常非常像 就算是經驗老道的玩家 來了這張地圖沒有看到大地標以前 還真的都不是很清楚自己會在哪邊 我個人給他的評價是這張地圖甚至比灰狼山還要難走 他地形複雜 有平地 有高山 有丘陵 然後上上下下的 真的有夠難走的 然後他上了 比如說他上了訊號山那邊 然後往左邊走看起來又像平地又會讓你產生錯覺 簡單來說就是他不是一張很好公路的地圖 所以我 安排的流程都是一些 比較容易找到的地方 像 騎手我們剛剛是在 龍莊做出生點 那我會建議直接來訊號塔山這邊 大概就是爬到你這個 第一條可以上零線的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然後沿著山林線 一直往上走 慢慢爬這樣就可以了 到頂點你就可以看到那個 訊號山了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到了 無線電控制小屋 那這邊就 我們要開始的時候 這邊物資很豐富 手槍的子 戰列槍子 站在這邊都非常的多 那我們找 這次找到的是 軍用外套 好吧 他很會打我臉 沒辦法 我們又找到了一個燈 然後左人手槍這邊必出 然後接下來我們先來這邊 這邊也有那個記憶體環 站存空間 然後 房間裡面啦有床 這家房間咖啡是一定有的 然後就各式樣罐頭 開關器 然後加給我們不知道 MRE 水都有 然後 微波爐旁邊會有 打火機 就大概這邊 固定的物資 就值得一些 然後 我們剛說的 褲子戰鬥褲 他給我們一件 還算不錯 好 大一 好 那我們 就先穿軍用跟 我看一下 兩公斤喔 這個太重了 我們穿軍用配那個 滑雪服好了 那我稍微再開等一下 因為這邊一直閃來閃去 所以我們看一下有沒有什麼遺漏的 應該是沒有 喔唷 布料 那我們現在先去煮 咖啡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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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 現在火的亮度會不會太高了 快看不到了 真的我都快看不到他這個亮度實在太誇張了 一開始的24小時我們就是靠咖啡來撐體力 這樣搜尋會比較有效率 而且我們現在衣服還沒找得很齊 所以我還是建議我們先去那個 哈姆森插道那邊 那現在人見度算是非常OK 只是風大了點所以我們還是可以切過去 那如果沒有把握的話就像我這樣沿路一直切 那這張地圖非常大所以如果你選這張地圖的話 起手溫度控制跟對地圖理解能力要非常的強 如果你對地圖理解能力不夠強的話 不小心迷路的話也很有可能會失溫死掉 不要小看傳扶魔的時候 你在外面閒換太久的話也是會掛掉的 然後24小時過後再加上野狼的話 沒有處理好的話生命值再掉會很快 然後在這張地圖 早上零下三十幾度是很常見的情況 然後我們走這邊還有一個用意就是 我們等一下過了橋之後可以直接切 城市市場 那城市市場周邊是歡樂谷其中一個會出頭路的點 然後城市市場那邊有個釣魚小物 那邊也是會出很多種物資 像獵刀斧頭阿 所有的手槍敲棍那一天 都有機會會出 所以值得先去一看拉 所以這張圖除非你出生點是在 山的另外一側就是山極那邊 那在另外做選擇 如果是在古倉或是榮莊這一側的話 我建議收完就是 不管你在古倉還是榮莊 收完就是往訊號山的方向前進 這樣你可以確保你可以先拿到躲雲爪 這樣防身用 遇到野狼會比較好解決 就算開箱技術很差的話 我們也不用瞄準 我們直接對空市井這樣就好了 這樣至少也可以把野狼嚇跑 而且在這張地圖的話 也會有攻算比較遠 然後劍的部分 劍的部分在 古倉那邊運氣好可以點到四到五隻 是直接可以用的劍喔不是斷劍喔 所以這還算是 還算蠻好的啦 雖然它地圖欄攻略 這場的工具有稍微疊好一點的東西 進這個釣魚小的時候 注意開口方向 我們等一下開口方向的話 我們是要朝 開口方向右側前進 你看我們又找到一把左倫鎖槍 所以這邊 這個城市市場是值得來的啦 如果在這張地圖 你不確定方向的話 就 沿著河流走 至少 你會知道你的大方向在哪邊 真的不行的話就是 看著地圖走吧 哎呀 但是 這張圖就算你看著地圖走 有時候也會迷路的 沒有那麼好認真的 這是 巨型模式第三集 更新之後出現的一個新地方 之前舊版的花族鎖是沒有的 所以他多了一些房子 那我們先修 先收這個老地方 這間雜貨店 這間雜貨店 基本上跟 海洋公路那張 加油站有一點 相似 吃的東西會很多 這邊有一個 記憶體 緩衝記憶體 這裡 這裡 就是我們 巨型模式 所有任務的起點 都從這邊開始 那 集會手說完之後 你可以選擇在附近 這些房子 稍微收一下 那 湯姆森插到最主要物資有 敲棍跟 骨頭 都在室外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找 我們先去 室內的部分 好像外面溫度很低啊 那 這一間 這間 教堂 沒有什麼物資 他跟其他地方的教堂不一樣 其他地方教堂物資都很豐富 像高三層的教堂 裡面有機會會出槍 然後 湯湯屌教堂也是有出槍的點 那這個 這個教堂基本上 都是一些紙張而已 什麼都沒有 不用太多期待 然後我們在劇情模式 這間警衛是 附近我們是可以找到槍 但是在 正常模式 這邊是 不會有槍的 這個我已經確認過很多次了 槍不在這個位置上 我在 湯姆森插到 沒有...沒有找過槍 你看 左輪跟獵槍都是一樣 都沒有找過 這個位置是 有機會會給斧頭 跟... 敲棍 那我稍微晃一圈看看 這個要稍微仔細看一下 不然還有一個靈芝有沒有 稍微仔細看一下 不然有時候會... 眼花 還蠻容易眼花的啦 看起來是沒有 那我們去另外一側看看 看... 這種開放式的空間 你真的很難 去把視線集中 好 那... 這邊也沒有 好 那我們... 看一下喔... 王子... 這一間可以收 然後這邊也可以收 我們先... 我們先進來這一間好了 好,那這一間搞定了 我發現了一個Bug 這邊怎麼是叫 冰海住宅啦 是把海岸公路的房子 直接套用過去嗎 這個很便宜 好,那這一側我們都收穩了 那我們過橋去收另外一側 看有沒有什麼物資 那過橋之後 這邊要小心 這邊... 二十四小時過後 黑熊跟狼... 都可能會走來這裡的 好,這邊的房子都是封起來的 好,那我們差不多已經把... 湯姆森插到這邊的... 可以收的物資 基本上都收完了 那... 跑完... 這個流程就是從... 龍莊 跑訊號塔3 然後... 跑... 湯姆森插到 然後中間有插一個... 城市池塘 這個流程... 這四個位置的流程跑完 大概你身上衣服啊 武器啊 一些裝備應該都可以收集差不多 然後結束完湯姆森插到這邊的搜尋之後 你有兩個方向可以選擇 一個是... 我們... 龍... 龍莊去過 古昌還沒有去過 古昌沒有機會出斧頭啊 敲棍啊 興奮劑啊 或者是像一些工具箱 你可以走那邊 然後之後... 過河 去... 逃避兵役的小屋 然後往三級那邊爬 這是其中一個方向 然後另外一個方向你可以從... 湯姆森插到旁邊的河流 往那個... 要去灰狼山那個方向 直接走 那邊的攻略點就會比較不一樣 那邊的攻略的話就是... 第一個我們先去... 先爬到的話可以先去一個地方叫做增值點 然後從增值點先去... 要去灰狼山三角下有一個... 一定會出的... 就是固定常駐的隱藏地窖 那邊稍微休息一下然後拿東西 然後拿完東西之後一樣你可以去... 上次第三張劇情模式更新... 有新地點... 墜機地點 那邊會有大量的食物跟衣服 那邊也是一個收尋的點 然後你也可以... 從... 地窖那邊出來之後 去... 瀑布旁邊的洞穴探險 那洞穴裡面會有弓跟... 有機會會有槍 然後走完之後可以去三級 三級那邊物資也是很豐富的 大概有這兩條路線可以走 那因為歡樂谷這張地圖的話 說實在新手很難掌位 那... 要不是... 劇情模式有介紹他 我說真的要介紹這張圖 當新手新手地圖 我會有點猶豫 因為畢竟地圖太大 然後... 很容易迷路 然後... 天氣又很差 所以他事實上是有難度的 基本上如果... 騎手地圖的話 新手騎手地圖的話 按照藍意度來分的話 最簡單的 第一個是神秘湖 然後次要簡單的 像... 蒼涼甲或者是... 鐵路斷線 嘿 那個是第二簡單的 那第三簡單的話 高三層 應該是說... 已經有一點... 不是第三簡單我說錯 就是有一點難度 嘿 有一點難度像高三層海岸公路 這個新手騎手都會有一點難度 那歡樂谷的話 歡樂谷... 他... 新手騎手的話 其實是已經在... 我個人排到... 有一點困難了 就是... 第四集了 嘿 不過... 還是可以啦 只是有一點勉強而已 那我今天影片就拍到這邊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留言給我 那我們... 下一支影片 應該會是... 最後一張新手地圖 就是... 海岸公路先做一下預告 好... 那... 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今天影片都拍到這邊